好,謝謝你們 所以歡迎各位到 然後再加上那個很討厭老師的 不好不壞學生 夏老師 所以我覺得這樣搭配挺好 然後像許立一老師的那一場 讓我看到了 至少在圓的形式 讓我們沒有辦法有固定的勾放在那個地方 那沒有辦法有固定的勾放在那個發展的去向 我想我們就逼得我們要去面對 到底後面那個 我們自己的那個框架是什麼 所以我做個老師或者是我的成長的過程 我看到老師把他的框架架在我身上 尤其是性別的框架 我們每個人成長都有性別的框架壓在你身上 那這個都是別人 別人嘗試要放下來的勾 我喜歡就把它丟掉 但是丟不是沒有原則的嗎 不是沒有標準的嗎 這個世界不就是 老師老師還有很多的家長 單親的家長都在問這個問題 而且會問到說那你怎麼面對你女兒 我想我們一再被考驗的就是說 你們學者對人家出去說的是一套 你們回家又是一套 那我要講說我希望不管什麼教育都好 性別教育啊 性教育啊什麼 你給他任何個名稱 我們都希望看到是有活生什麼的 我們家跟架構是要來抹煞的 但是並不因為抹煞就沒有動力啊 就好像我今天在想一直要補充那個 可是我今天我一直想補充一個東西就是說 那個動力都在哪裡 你壓下去它就是用另外一個形式出來 所以我因為離開高中生涯有一點久 剛剛臨時又找不到老師來問說 現在高中生在想什麼 所以我就打了一個電話到台北 找到一個我的同事 他的年齡接近高中最近 我就問他 我說我等一下要跟一些高中老師談性教育 我說可是因為我不是老師 我不知道怎麼談 我就想說如果是學生我要怎麼講 可是我說我忘記有一點久 而且我那個年代我記得我也是 我覺得我也是那種聖女型的 可能會被選出來那一種 所以呢我就說我不知道怎麼講欸 我就問他我說 欸你記不記得你在高中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權利是什麼 他說好像權利 他說我從來沒想到我有什麼權利欸 我說那你總之會老師叫你不要做一些事情 那你的想法是什麼 他說那我知道了 他說不是權利問題 是想不想的問題 我根本不覺得 他是說我根本不覺得我有什麼權利 我只是知道我很想 就很想做一些 做一些事情 那我就說那老師一定會不准你做一些事 他說對 他這個就非常有反應 他說老師不准我做什麼事 我就越想做一些事 我說喔原來這就是你的先生啊 對所以我想這也不是在回應性教育 但是也有點相關 就是說這些學生其實也在等著接受 某一些老師告訴他的事物 可是他也不是直接的照張全收 他中間經過一些過程 然後在教育的過程 我就覺得教育很有趣 在教育的過程一定是會說什麼是不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而對於一些學生來說 你告訴他不對的事情 他的理解會認為那一定是很有趣的事 我覺得這也很正常 我就想我可能也會這樣做 那我覺得在這種比較複雜的互動過程裡面 去思考怎麼樣跟學生進行一種性教育的互動方式 我是覺得蠻刺激的 所以這只是我的引言 那引言也沒有什麼結論 只是希望也許待會兒是不是老師都可以談出一下 就是說互相吧 他們在這個部分的一些想法跟碰到了一些困難 然後也許可以是一個互動的機會 謝謝大家 我可能有別的傾向 但是呢 問題是說四周人就要把你固定下來 OK 然後呢 有另外一些女士刁蠻女 每個女士都不願意做刁蠻女 因為人家覺得那個好像很不好 但是其實那些刁蠻女 或者是什麼放蕩女啊 好放女啊 什麼之類的 他們可能有一些很特殊的東西 很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像我舉 剛剛前面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他們可能會非常知道避孕的事情 怎麼樣跟男人打交道 怎麼樣去跟這個男人說 不要 或者是說你給我戴上保險套 怎麼樣有這樣的一些勇氣 是乖乖女或者是聖女沒有辦法說到做到的 但是有了這些人 而這些人如果能夠又被我們平等的對待 認為他們也是蠻好的一些人 那麼他們一方面他可以 就是說提供 就是有些乖乖女想要做好放女的時候 這是一個出路 還有一個就是這是他們的資源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在我們周圍非常邊緣 非常奇怪 他們事實上的存在非常重要 而那做老師的話 對於這樣的學生 那從今天開始也許就不應該去打壓他們 那這個還有像那個色情的材料 所謂A書啊A片啊 這些東西也是一樣 在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的範圍下來講 我們不應該去禁止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禁止他們總是對女人不利的 因為就男生來講 你怎麼禁止 他們會有辦法去找到各種各樣的管道來源 去接觸這些東西 而且呢 我可以告訴各位 絕對禁止不了 除非你要很多的科技不能夠進步 你比如說現在 你已經可以買到這個電話上面 有那麼電視的那個東西 就是稍微貴一點了 我們中立就有賣 就是電話上面你有電視 如果我現在台灣的電信局就可以裝的 就是我們普通電信局可以裝的 但是比如說我要打給他的話 他那邊也要跟我一樣 同樣的一個電話電視 然後我打給他 他就會看到我就可以看到他 就是這樣子 那你想想看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把整個色情行業革命化 對不對 整個的所謂的 這種電話性交實在太容易了 如果只要打個電話 我就當場給我 像看一個A片一樣 而且是馬上立即的互動式的 那你要把這種所有電話都去消除嗎 這種電話也可以輕易的在你所謂的電腦的網路卡上面 甚至不要花太多電話費 已經可以裝得起來 OK 所以這個這門道太多了 你想像不到的 可是如果當你把這一個色情的東西 變成一個恥辱的標記 那麼受害最深的 當然就是女人 為什麼這一方面那麼 男人知道好像很多東西 女人又不知道很多東西 那自然在他們 我就我要說的 就是你不管你發不發生性 你既然跟男人有這種所謂的性的關係在 那你既然你所知道甚少 那你當然就是個弱勢 弱勢就容易受害 所以這個整個查禁的這個色情 材上這樣的東西 基本上會對性別裡面弱勢不利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